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关产品的发展情形 同时祝贺他们的事业成功 关心电子工业发展的蒋副院长 也曾经向主管官员询问了台湾地区电子工业的发展现况 当官员们向他报告 为了发展这项有前途的工业 希望蒋副院长继续支持的时候 他曾经连声说好 在台北市国际学社展出的电子产品展览会 将在明天下午闭幕 在半个月来的展览中 前往参观的人非常踊跃 据初步的统计 参观的人已经超过了三万人以上 看见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